长期以来,南极时空之门备受世界科学家的关注,研究,南极存在时空之门源自于科学家,发现其上空出现了不断旋转的灰白色烟雾,这些烟雾在观察的过程中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发生过任何变化,也根本不具备移动的能力。 二,科学研究者推测南极洲上空的那个不停旋转的空间,是一个可以通往其他时代的通道,称为南极时空之门,地球上最壮观的地方之一,人类最后一个踏足的土地。 对于这片土地,虽然各国纷纷派遣科学家前往考究,但人们对它的认识相当有限,人们发现了南极中一些奇怪的现象,这些烟雾在观察的过程中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发生过任何变化,也根本不具备移动的能力。 为了验证这团烟雾,究竟是什么东西,科学家朝着烟雾发射了一个气象气球,然而这一气球在一靠近烟雾后便马上消失了,虽然很震惊,但是科学家已经早有准备,经过一段时间后,更加令人震惊的情况发生了,气象气球的计时器显示的确是三十年前的某一天,在经过数次同样的试验后,依然得到同样的结果。 对此科学家将这团烟雾定义为时空之门,不单单如此,爱因斯坦相对论曾说过,为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科学家提出通过让光线发生弯曲,而产生时间漏洞,让时间开始慢下来。 这一理论并非无惧可参,近期最为先进的隐形斗篷,就是通过弯曲可见光,而产生的隐形效果。 这样一来穿上隐形战衣的人类,能不能通过时光之门呢?时间停止实验是成功的,但是难及是否真正存在时空之门,我们尚且无法定论。 但是这一课题的研究,未来将让科技更上一层楼,说不定在未来某一个时刻,人类真的能够实现穿越过去。 届时,必定会是另一番风景,难及上空的迷雾,最初,他们认为这些只是普通的沙暴,但是这些灰白色的烟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进程而改变形状,也没有移动。 研究人员决定认真研究这种现象,他们发射了一个气象气球,气球上装备了测定风速、温度和大气湿度的仪器,一经发射。 过了一会,研究人员利用拴在气球上的绳子收回了这个气球,但是,让他们感到震惊的是,这个气球的计时器显示的时间是1965年1月27日,正好提前了30年,在确认气球上的仪器没有损坏后,计时器显示的是过去的时间, 这个现象被称作时间之门,研究人员向白宫做了汇报,现在,针对这些不同寻常的现象所做的研究仍在进行着,人们推测南极洲上空的那个不停旋转的空间,是一个可以通往其他时代的通道,而且把人送往其他时代的研究项目也已经开始。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正在为这个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的研究项目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争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当局会在什么时候批准这项试验,南极时空之门著名的俄罗斯科学家内克雷克兹列夫,实施了一项试验来证明从将来返回到过去是可能的,内克雷克兹列夫甚至假定,时间可以完成工作并且能够产生能量。 一位美国物理学家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时间在这个世界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众所周知,曾经有一次,闪电击中了一位爬山者,后来这位登山者告诉别人,并且沿着胳膊缓慢移动,他觉得那种刺痛的感觉就好像是在皮肤下面,有无数个刺猬在刺自己。 俄罗斯的盖纳迪比利莫夫是一名反常现象研究员,哲学家,写过大量的专注,一些热衷于时间研究的人所负责实施的唯一一次试验,瓦币姆车诺布罗夫早在1987年的时候,就开始利用地磁泵来制作时间机器。 现在,在试验室设备的作用下,最大限度的减缓时间可以高达每小时1.5秒。 2001年8月,在俄罗斯的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个偏僻的森林里对一个新型的时间机器进行了试验,这个机器即使只用汽车的电瓶做动力,能量很低,但它改变时间的幅度仍达到了3%,时间的改变是由对称的晶体震荡器来记录的。 最初,10分钟,20分钟来操作这台机器,最长的一次时间延缓持续了半小时。 瓦币姆车诺布罗夫说,他们可以同时感受到这边和那边的生活,仿佛空间完全打开了。 瓦币姆车诺布罗夫如此回忆,不可思议的爆炸任何一家电视公司,以及广播公司,都对这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进行报道。 盖纳迪比利莫夫说,他们甚至没有将这次试验的结果通报最高领导人。 然而,他又说,早在斯大林时期就有一个专门研究平行世界,凯瑞雷尔沃的研究所,由学者库查托夫和伊奥奥夫所进行的试验的结果,可以在档案里找到。 1952年,苏联秘密警察组织领导人贝利亚开始立案调查那些试验的参与人员。 结果,有18名专家被枪决,59名物理学在读博士生和博士被关进了监狱里,研究所在克鲁晓夫的领导下重新开始了研究。 但在1961年,一个试验平台和8名一流的专家突然全部消失,进行试验的这所建筑周围的一些楼房也都倒塌了。 从那以后,苏联政治局和部长委员会决定暂时停止这些对不可预测的时代所进行的研究,直到1987年才恢复试验。 1989年8月30日,一次悲剧发生了,位于安州岛的这家研究所的分支办公室,发生了剧烈爆炸。 爆炸不仅破坏了重达780堆的试验仓体,而且也毁掉了这个占地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关于这个悲剧的一种说法是,在有三名实验者的仓体在另外的空间中,或者是在进入另外的空间的过程中,撞上了一个巨大的物体,因为丧失了动力系统,仓体很可能留在了另外的空间中。 保留在档案中的关于这次试验的最后记录这样写道,我们马上就要死掉了,但是我们仍然在进行试验,这里很黑,我们所看见的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两个,我们的手和腿都变得透明。 我们能够透过皮肤看见血管和骨骼,但是生命支持系统破获得很严重,然后信号就突然中断了。